什么时候能到你量 还是没有我感觉 应该不会是我们俩 因为我们俩太完美 无心可激 无懈可激 这是何肺呢 黄教练其实他还 他一直对他的身高就非常自信 对没错 就有一次就发生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张亦凡快上来 张亦凡 你多高 我一切我 你怎么那么高 你一米几 175 你一米八 没有 你绝对一米八 你是不是有一八零 我没有一八零 我跟你说你肯定有一八零 我一八三 我一八三 一八三 我一七五 我一八三 那我跟你说我真有一八三 我一八三 然后他还非常谦虚 他说因为他那天也是头上扎了两个这个 他说 你没有 就其实我觉得是啾啾的问题 啾啾显高 我没有那么高了 是吗 是吗 你就是一米八零 我一米八三 你让陆哥做好看去 毕举 毕举 那真好 我 怎么陆哥一米七八里面说呢 我一个个一米八三怎么没人造成这样子的呢 你说是不是 不是 不怪我 就不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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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大零 我真的好怕 教练一会过来吹抱我们的头 不会 天高皇帝远的 看不到 我可怕他了 没事 你现在已经是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张艺凡了 你现在不怕他 平单都在这里 天高皇帝远 他管不到我们 有一说一 确实浮夸了那么一米 教练也没有那么 真丽都蹲到地下了 我都得高 教练我们错了 对不起 陈显南 王毅 还有孙真丽 我什么时候在张一番面前这样过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比一下关系 比一下 加油 你一米八 等等 他一级五 我一级五 你没有一级五 你说你一级五 你把陆哥放在什么地位 我真的一级五 你都快跟我一样高了 你多高 教练 我比陆哥高这么一块 这样吧 一八三 我能忍 他还写一米八五 他要再吐槽 我也是我就下一张 他要 他要 张颖帆没有一米八吗 他绝对有一跟我 他就绝对一米七八 跟我差不多高 还有徐阳 你是很对我很不满吧 没有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得罪你了 节目里头天天怼我怼的 已经无言可对了现在 完了我不在的时候 你还要怼我 我怎么了 太难了 真的 你们这群学员 是不是我不下来 还会继续吐槽 要今天我准备吐槽的大的 要今天我已经准备了 希望接下来听到的 不会是我的名字了 不会的 会有你的 嗯